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创始人这个身份既不是什么稀罕物也不是保命符 纯粹就是拿来搞笑的 谢星因为个人喜爱度排名末位而遭到淘汰 他之前所获得的成风创始人席位空了出来 自动让给了同组的吉娜 所以吉娜可以说是剪了个大漏 许多网友看到这里都纷纷开网 真心不理解成风创始人节目组你有事吗 所以当创始人有什么用 这个规则真是看得一头雾水成风创始人设置的意义在哪 前面的争取瞬间成了个笑话 除了创始人这个设定引发网友不满 武功的票数也非常魔幻 最终排名是谢娜联盟第一 艾娜联盟第二 而他们的票数竟然只差了一票 评论区直言 差一票怕是上帝开挂都做不到的精确 讽刺节目组明目张胆做票 针对票数问题 由网友拿出浪解一的情况作为对比 在浪解一表现好的舞台可以断层式碾压 以相差好几百的票数遥遥领先 而浪解四里每场都只差几十票甚至是几票 有没有做票一目了然 更让人惊讶的是本轮公演的个人喜爱度排名 本轮排名第一的是知福开铺 他一直以来的表现都稳定在线 武功还挑战了两个爆发力十足的舞台 让观众看到了他的实力和魅力 冲上第一也是他赢得的 但是珠珠排名第二就让人觉得不可思一遂 然珠珠从一公到五公的个人喜爱度排名都不低 主要是因为人长得漂亮 表现也不拉后腿 节目播出后还缺了不少粉 然而网友认为浪解的舞台缺的从来不是颜值 珠珠之前能排在前三名就已经很高了 现在直接几下Ella Ambar 美伊里亚等实力派 高居第二 让人怀疑他是不是真正的王族 在这个节目里 人气才是最重要的指标 而偏偏人气这种东西谁也说不准 就像浪解四里舞蹈实力最强的谢欣 明明在每场舞台里都拿出了超过100分的表现 却还是排名垫底 无奈遭到淘汰 另外还有一直在进步 也为节目组赚足噱头的徐怀玉 作为陪伴一代人长大的平民天后 徐怀玉在场外的人气投票排名一直都很靠前 但最终还是因为节目里的排名遭到淘汰 徐怀玉和谢欣在淘汰后都拒绝参加复活赛 虽然这是他们自己的决定 但在知道复活赛的录制时间后 大部分网友都觉得节目组真的很离谱 摆明不想让武功被淘汰的人参加复活赛 复活赛的录制时间就在武功第二天 而在武功前一天 姐姐们彩排录到凌晨5、6点 中午12点正式录制武功 表演结束 成绩公布等一系列流程走完后 回到宿舍已是凌晨3、4点 第二天早上10点就要开始录制复活赛了 就算是徐怀玉和谢欣可以不眠不休排练节目 也不一定能拿出好的舞台表现 而且这要连周转好几天 身体肯定吃不消啊 另外 徐怀玉也坦言自己累了 想要回家了 虽然原本自己已经准备好复活赛 但在表演完最后一个舞台之后 她觉得很值得 狠心满意足了 同样的 谢欣也在得知自己被淘汰后 也表示自己不会参加复活赛 拒绝得非常干脆利落 网友对他们的决定也是一面倒的支持 这个舞台 不值得他们再拼一次复活赛就在武功第二天 太累了 而且晋级谁 都是内定了节目组这么黑 人家也不傻 复活赛应该早内定好谁复活成功 只是走过程 就像谁能成团一样的道理 淘汰一个歌后一个舞后 留下一些五音不全四肢不协调的人 真丢脸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